看看新闻网 6月24号著名数学家 教育家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中科院院士古超豪同志应并逝世 今天上午古老的告别仪式在龙华病仪馆举行 早上九点不到 前来吊咽的各方人士已排起了长龙 他们每人手持一朵白色康乃馨为古老送别 古超豪先生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数学和教育 80岁高龄时仍指导着三名研究生 在病床上还在听取博士论文的答辩 包括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的预答辩 是在他的病房进行的 我非常感激他 他作为一个学者是非常严谨的学者 作为一个老师 非常关心学生 古老的智学风范影响着众多生生学子 从教60年来 他甘为人梯 指导学生论文从不署名 他的学生中已有九人当选两院院士 他对我的成长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不仅是我 我们整个复旦的很多年轻的数学家 以及中国的数学世界的发展 都庆祝了毕生的精力 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现场还有更多的青年学子 因为仰慕先生的学问和财情自发前来纵行 没有跟他接触过 因为我10年才过了 当时古先生就已经不经常来那个学院了 然后但是很仰慕他们想今天来送一下他 他说了一句话就改变了我以后的 就是三年的这个人生轨迹吧 他说数学生涯60余年 数学的研究只有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时候 相连就才会有生命力 古超豪教授被称为数学王国中披荆斩棘的开拓者 是培育中国现代数学的极少数数学家之一 古超豪教授还是一位德高望重 淡泊名利的教育家 曾获上海市教育功臣 科技功臣等称号 2009年 紫金山天文台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 2010年1月 古超豪院士荣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记者周云报道